嗨 大家好 好些年没吃到大杂蟹了 想念它的味道 今天借助调味料 做一道美味的蟹黄炒蛋 首先我们把调味汁先备好 如果是用五六克的蛋 那么我们差不多用十克上下的姜末 用切的 切成这样 很细很碎 然后放满满的一大勺糖 三勺醋 一般我们吃大杂蟹 是用正姜醋 或者三西橙醋 它们的颜色是黑黑的 所以如果三大勺都是用黑醋 可能会影响菜的色泽 所以我改用 一黑两白 这样做出来的菜会好看一点 你可以随意 最后撒些盐 五六个鸡蛋的颜量 搅拌一下放置待用 接下来蛋打开 如果你有新鲜的鸭蛋更好 鸭蛋的蛋黄红 更像蟹黄 然后黄和白分开 就可以开火了 锅热 加油 你平时炒五六颗蛋 用多少油 那么你就放多少油 油烫蛋白先下 油烫 蛋白先下 鸭蛋白 让它尽量的定型后 像一丝丝的虾肉 鸭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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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急 等稍微揭块 再去动它 这样铲子上就不会沾上很多 这样揭块后的蛋黄 就像是蟹黄 所以用鸭蛋更红更像 鸭蛋黄 蛋黄也全形了 我们就把蛋堡回锅 紧接着调味之下 大火快炒 翻匀后 立即装盘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